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世界头版 哈佛校长辞职 哈佛校长 我就在推特上 他自己账号上发了一个声明 他自己辞职 就描忽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有一说法是他被辞职 就是董事会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 让他去辞职 但是迫于所谓国会的压力 或者语论的压力没有 他只是从他自身的角度去简单阐述一下 但他辞职本身还声明会留在学校任教 他不离开 所以也就变成了他不离开 这是一种软抗争 就是你们都让我辞职 那OK 我并没有认为我做错了什么 但是我会响应这个社会的环境 响应周围的环境 对不对 这个很厉害的 想为周围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所以我就辞职了 但是我没做错什么 我还是留在学校任教 我们并不清楚他有什么样的条件 会留在学校任教 但作为校长辞职 留在学校任教 我相信作为 我个人相信 作为哈佛校长本身很多人来讲 肯定不敢惹他 依然不太敢惹他 因为他背后的势力 先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哈佛背后的势力是蛮大的 明确要立保他的人 是奥巴马 而找他的人 我们知道是奥巴马当年的 这个财务 就是是什么 财务部的部长 用了一亿美元捐给了哈佛 然后成为哈佛董事会的人 然后是他找到了 找到这个人 所以这就是牵扯 他辞职 那些人可都还在啊 对不对 还在他董会 所以也就变成了不太可能 能惹得起他 但是呢 他就表明了一个态度 这样就形成在 国会听证的时候 出现了三个大学校长 对吧 宾州的 哈佛的 跟那个 康奈尔大 是康奈尔大 麻省理工学院 那现在只剩下麻省理工学院 而他的辞职的本身呢 引起巨大的反响 是跟他的抗争抗辩有关 当我们回忆当时 哈佛有五百多名教师 写信 不让他走 那是当时那个星期日 然后董事会完全支持他 而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爆出了他 抄袭论文 四十篇 长达四十年 从二四十多年前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 博士应该是 在哈佛读的博士 博士的毕业论文 就是抄袭的 那他是一口否认 完全否认了 但是人们已经把被抄袭的人呢 是谁 什么样的文章 全都列出来 其中出现三个 被抄袭的人呢 在网上发表声明啊 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且很蔑视他 那比较最后一个是 同样是个黑人 因为这个背景故事 是这么来的 所以就等于给他 一个重创 在重创的背景之下 就在新年前 应该是上个星期 又被发现 大概五六片 是最新的抄袭作品 就是他发 几乎他发表的所有文章 作为论文 学术论文一类 都涉嫌到抄袭 那他就 这个就变得很残酷了 就是环境变得很残酷了 他是在这么一个 在所有媒体报道说 接近五十篇论文 全都涉嫌抄袭的背景之下 他被迫辞职 还要留校 这就成为了一个 完全成为了巨大新闻 那这个 给我的感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就在于呢 他不能承认 那五十篇论文全是抄袭的 如果他承认的话 这就不仅仅是一抹到底 对不对 他会牵扯到整个太多的人 就是说他从博士毕业论文 一直他整个四十多年的试图过程 到底是谁辅佐他 因为现在牵扯到国会在参与 要调查这件事情 那国会调查的话 肯定是纵向调查 按照他的时间轴 那调查的是他的诚信 是因为他的诚信 从而衍生出 他对犹太人的这种态度 而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呢 在这个德肖威慈 在应该是在 纽约邮报登的文章 直接讲说 他是靠黑人命贵上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市长 就是这个哈佛校长 是以黑人命贵为基点上来 夭折了 被斩首了 这是一个很大 这是德肖威慈 如果你朋友你去找 在黑人命贵之后 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 什么自由啊 平等啊 这个人权 大概是这东西 他有三个字母 地还有什么东西 那对于我 对于我个人 我真的 我没有兴趣去了解 说句实在话 你别记忆 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些 但是黑人命贵 那是他的基点 所以黑人命贵的基点上 产生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借口 从而促成他 真正反对犹太人 而黑人命贵的基础 却在倡导着黑人权力的过程中 出卖了其他种族的权力 亚裔人 在黑人命贵 现在就是亚裔人进入常庆灯 特别进入哈佛 是受到歧视了 他的入学条件很苛刻 拉美人 那他说就提到 包括白人 他说这犹太人 都是被歧视的 所以他的上台 是代表着犹太人 亚裔人 拉美人 失去了他们的公平机会 这就是所谓的黑人命贵的基础 所谓的人权平等的一切 所谓的我们看过的 从2020年黑人命贵 延续到现在的三年的故事 这就是美国的故事 我们节目中 看我节目时间长的 主要从黑人命贵能够连起来 大家都知道 我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应该标志着 他的下台标志着黑人命贵的崩溃 而他背后是奥巴马 这些就完全连在一起了 因为他的位置 他的意识形态 他的价值观 他所形成的一切 包括攻击犹太人 包括攻击犹太人 所以以色列的被攻击 以被攻击的状况 出现了一种 他出现了一种 挑剔了在西方社会中 以黑人命贵起来 这么多人 这波人 却在以色列的 表态的过程中 就是遮罗了 烧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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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鲍了 整个背景 是这么个背景 文章非常多 但他的中心呢 就是说他终于辞职了 这篇文章 这个人呢 这个女的应该 我印象中 是叫马凯 叫马什么 他的女儿 是专门给这个 英国美人电讯 写专题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 头板头桥 极端自恋的辞职信 到底在告诉什么 他叫莫林 揭穿了叫盖一 盖一是这个校长 对哈佛自以为是 自我怜悯的告别信 他其实是被偏持者的 偏持狂的这种 残酷废除的 真正的受害者 所以他就把他 比喻成是一个 真正的受害者 是一个自恋狂 是个受害者 大概就这么讲了 盖一 辞职 但并不意味着 他抱歉 对他没有 他没有任何抱歉 那他的辞职信 写的很那个 这是一个给一杯 本人签字的 荣常的 自恋的 毫无廉耻的 没有任何讽刺意味的 一份作品 我们相信是他自己写的吗 再说一遍 我们真的相信 是他自己写的吗 他难道一点 一点没有原则 没有原创吗 所以这就嘲讽他 因为他所有的作品 都是涉嫌潮汐 所以包括辞职信 你相信这是真的吗 这就完全去嘲讽他 他是他的出现 成为了 一直成为了全球的 头板头条 一直是 要辞职不辞职 拖累了全球顶尖大学 把顶尖大学 拴在一个个人新闻的问题上 首先是在国会面前 毫无廉耻的 没有能力的 去保护那些反犹太主义者 然后就是 剽窃指控 面对剽窃指控 整个哈佛的 这个董事会在掩盖他 结果他说 就在辞职当天 又出现了六起 剽窃事件 这就跟他说 他其实是在 追讨的背景之下 也就是说 他是成功的是一个 剽窃者 黑人命贵的获利者 是一个剽窃者 那这个东西 就跟共产党有的一比 所以这是 对他的评价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简单的几个内容 这个是另外一篇 辞职了 只是众议院反犹太主义的 一种调查的开始 斯特凡尼克 斯特凡尼克 他是众议院的 共和党的主席 那在斯特凡尼克呢 是在上次听证会上 是就是大放异彩 他因为大家都是女士 所以就就缓解了很多 所谓人权的麻烦 那他把那三个 三个女校长追讨的 就是体无完腐 真的体无完腐 那那一炮打响 对于他来讲 在他共和党的 在参议院 在众议院和共和党的地位来讲 就一下就提升了 他自己是哈佛毕业的 所以他就在文章里 他在声明中就讲说 那个他也提到 这个辞职信是他自己写的 他说我感觉非常可耻 因为我是哈佛毕业的 那我在读哈佛的书 不是这样 根本哈佛不是这个样子 被他们给毁成这个样子 短短几年的时间 大概他就是声讨他 然后他表示根本没完 我们绝不完 那哈佛大校长辞职 是拯救大学的一步 这是德肖维茨 埃伦德肖维茨 那德肖维茨是哈佛的终身教授 那他是全国全球有名的美国宪法学者 那而且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他又是左派 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呢 他坚持这个 坚持法律为至上 所以他就完全碰击了 在因为他是学法律的 他是在理论角度上去讲述了 所以就抨击他是黑人命贵起来的 黑人命贵之后 那然后引发的所谓意识形态动静 叫第一爱 他这里用词叫第一爱 他说第一爱的官僚机构必须解散 才能真正转变这一切 第一爱的就叫客观 基于事实的奖金 转变成社会正义 就是第一爱就叫社会正义 没人懂得社会正义是什么 社会正义就变成了这些官僚者 这些精英者自我解释的一种说法 他可以任意给别人定性为第一爱 或者不是第一爱 任意他的行为都叫社会正义 反他的就是反正义 所以这就是邪恶 那就跟习近平思想是一样 所以作为这个 德肖维茨就直接抨击了他 他说你要知道 他是黑人命贵上来 直接讲说是黑人命贵上来 他是以黑人命贵为基础 牺牲了亚裔美国人 犹太裔美国人 和其他少数的美国人 这是今天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压迫跟被压迫本身 就出现现在的场面 他说特别是这个犹太的男人 那他也是犹太男人 他说真正成为了这次的被压迫者 所以他完全是从这个角度讲述了 他说所谓这种种族身份的一切 社会政治的一切 就是精英统治的标志 是一种真正由黑人命贵主导 这一切所发生的 这是不能接受 所以他讲的比较 就比较理论 比较哲学 比较司法角度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从两个三个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看到 这种定位的本身的说法 那定位的本身说法 你让我说呢 我就借助德肖维茨的话 黑人命贵的崩溃的一种标志 因为弗洛伊德 是完全那样的一种人 吸毒的 骗人的 小偷的 流氓的 是这样 然后他死了 结果烘托出在美国的 精英意识中最顶尖的 哈佛大学校长 而背后是奥巴马 而弗洛伊德本身背后还是奥巴马 所以两个台前的黑人 一个死着 一个活着 一个下台 一个剽窃者 一个剽窃者 一个吸毒者 一个剽窃者 一个偷窃者 这就是 那弗洛伊德是偷窃的 所以这是代表整个黑人民贵的接体 美国回归正常 感谢朋友们 感谢朋友们